在丹佛市火箭隊金磚的比賽前 特別為布蘭恩不幸身亡哀悼 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發文 說布蘭恩墜機喪命消息太糟了 前總統歐巴馬則說 這是無法置信的一天 並向Kobe妻子及家人表達愛與祈禱 目前效力火箭隊的前王錢德勒 在觀賞球賽時 被轉播單位拍到在場邊爆哭 並不斷搖頭 顯然對於老戰友慈勢難以置信 另外 籃球大帝喬丹在聲明中指出 現在無法形容內心的傷痛 並說布蘭恩對他來說 有如自己的小弟弟 並愛著他 而曾經和布蘭恩同時效力胡人隊 有過心結的俠客歐尼爾 在推特發文表達 對他的懷念和哀悼 並祝他一路好走